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儿规中好友 则是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 英国公主欧仁尼和邓文迪之流 富贵显赫的家世 互有家成的婚姻 门当互对的交友圈 更重要的是 她还有着自己的事业与追求 在时尚界和艺术圈颇有地位 美貌 智慧和财富 上帝都不曾吝啬于她 她是命运的宠儿 也是真正的人间富贵花 她便是世界第一名猿 达莎诸可娃 诸可娃是一个赢在子宫的起跑线上的幸运儿 她的父亲是俄罗斯顶级富豪亚历山大诸可夫 在苏联的私有制的时代 以军火和石油起家 被称为俄罗斯教父 母亲则是一名生物学家 是糖尿病领域的权威 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任职教授 霸道总裁爱上高知女性 也难怪 朱可娃日后长成了富贵与智慧的化身 朱可娃的父亲朱可夫究竟多有钱呢 上个世纪90年代 老朱可夫的财富就达到了上亿美元之巨 因为实在太有钱了 担心富可敌国为上所不容 于是移民英国 定居伦敦富豪圈 老朱可夫在意大利都林做军火生意 实在太过高调 被意大利政府扔进监狱待了几个月 出狱后 老朱可夫表示 自己因为这几个月的牢狱生活 爱上了这个国家 火速在意大利的萨丁岛买了趟豪宅 话说另一头 这回说军火大亨和高知女性的玛丽苏爱情 初见时 一个是黑白通知的商界大佬 一个是科学领域的冰山美人 岁月无情 天成家偶 却变成了不学无数的大老粗 和毫无情调的理工女 婚姻自然走到了尽头 朱可娃三岁时 她的父母便开始分居 母亲将她带到了美国生活 朱可娃不仅继承了母亲冷艳高贵的气质 并在家庭学术氛围的薰陶下 对文学 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与追求 也让她在名媛群众多了一份知性的气质 16岁那年 朱可娃投奔了在伦敦定居的父亲 并在伦敦大学攻读医药学 而在英国的上流圈中 朱可娃渐渐长成了人人艳羡的男神收割金 朱可娃的第一任男友 便是有俄罗斯网球沙皇的马拉特·萨芬 夏芬在20岁时便夺得美网公开赛的首个大满贯 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 总共囊获15次单打冠军和一次双打冠军头衔 更重要的是 夏芬高大英俊 如王子般帅气逼人 与她的帅气和球技一样为人所知的是 她曾是个渣男 有颗风流烂情的花心 夏芬常年混进夜店 换女友好似换衣服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她有一句名言 女人的保质期不超过一周 记者曾经向夏芬提问 如果你前往沙漠只允许带一样东西 你会选择什么 夏芬毫无犹豫地回答 女人 就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 到了诸可娃面前 竟变成安定温顺的男友 2005年 夏芬在赢得大满贯后对媒体说道 我有了一个女朋友 我想安定下来 我正在努力认真对待我的职业生涯与人生 从此 夜店中再也不见夏芬的身影了 可惜的是 这对金童玉女最终没有走到最后 激情褪去留下的只有分歧与矛盾 于是 洒脱的两人彼此安好 各有新欢 诸可娃的新欢便是俄国首富阿布 这个阿布来头究竟有多大呢 阿布 全名罗曼阿布 拉莫维奇 42岁成为俄罗斯首富 54岁移民以色列 成为以色列最有钱的人 是全球最豪华的私人飞机的拥有者 同时也是英国切尔西足球队的老板 是普京时代唯一尚存的俄罗斯寡头 与普京称兄道弟 关系密切又微妙 2005年 诸可娃的父亲举办了一场私人聚会 各界权贵悉数到场 其中自然少不了商界大佬阿布 公筹交错之间 阿布邂逅了正值花样年华的诸可娃 华丽的灯光照在诸可娃精致可人的脸上 令阿布万分沉醉 酒会结束后 阿布便对诸可娃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而巨父们追女的手段也与常人有益 正常青年男女 送的莫过于鲜花 钻戒 再好一点的便是跑车 豪宅 而阿布为了一博美人笑 则联系俄罗斯太空站 要在月球上买一块地送给诸可娃 为了能和诸可娃在一起 阿布在2007年 与妻子达成离婚意向 代价是10亿英镑的分手费 也就是近百亿 他如此费力又倾心 假之虽然阿布比诸可娃大了15岁 但胜在相貌英俊 身材得体 最重要的是巨有钱 于是两人在2008年走进了婚姻殿堂 这婚姻一走便是10年 2017年 阿布和诸可娃公布分手消息 这位巨父再次给出3亿英镑的天价分手费 还将纽约一处寸土寸金的四栋牌屋留给了诸可娃 金钱是富豪们的游戏 可以用它开始一段感情 更可以用它买断一桩婚姻 公布离婚消息的第二年 37岁的诸可娃便与同样帅气多金的希腊船王三世订婚了 这位希腊船王家族拥有庞大的船运集团 家族中的另一位祖辈曾娶了肯尼迪总统的遗孀 美国第一夫人杰奎林 而早在船王三世的爷爷辈一代 就有22亿英镑的资产 如果这些概念还是不能让你了解这个家族有多好 那我们只要一窥这个家族的艺术收藏品 便能知晓一二 樊高的船市名画 戈尔后的自画像 和毕加索的你好毕加索 都是这个家族的收藏之物 其价值不可估量 关键船王三世不仅家世显赫 颜值也是高得不得了 身高一米九三 五官深邃 嘴角微翘 完全就是童话中走出来的英伦王子的 由此可见 朱可娃小姐的择偶标准 便是颜值够高 家底够厚 两者缺一不可 富家千金们的事业 大多集中在时尚领域和艺术领域 因为追求极致的美 是他们从小便习以为常的事情 朱可娃也不例外 和首富阿布结婚后 朱可娃开始名言式创业 他称 因为买不到自己喜欢的衣服 所以只能自己设计个时装品牌 于是 他的设计品牌在短短几年开遍全球 共83家分店 2008年 由阿布出资 朱可娃又将一座苏联时代的汽车终点站 改造成艺术博览馆 并命名为车库 朱可娃小姐的原话是 亦在让更多的俄罗斯人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而不是从网络上观看 除此之外 朱可娃还十分热衷于顶级艺术品的收藏 2008年 卢西安 弗洛伊德的名画 沉睡的救济金管理者 在纽约 美元的价格 拍下了弗朗西斯培根的名画 《三连画》 1976 但也有很多人质疑朱可娃 打着艺术的幌子 做着稳赚不赔的买卖 朱可娃在一次采访中 被记者问到 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谁 这位以艺术新秀自称的富二代 想了半天 沉默数秒 愣是没蹦出一个名字 气氛极其尴尬 又好比朱可娃曾在社交论坛上 上传一组照片 照片中 他知性端庄 坐在一把椅子上 但这把椅子 却是一个黑人女性 仰头朝天的憋屈造型 上传当日 还正好是黑人领袖 马丁路德的纪念日 一时间 种族歧视和傲慢无知的大帽子 扣在了朱可娃的一头金发上 即使质疑声众多 但朱可娃 也是当之无愧的上帝宠儿 人生赢家 自出生起 毫不费力 便可获得很多人 终其一生 都无法得到的财富和机遇 出身显赫之家 爱情也任自己挑挑简简 人生随意不羁 自我永远排在首位 如此人生 世间能拥有者 又有几人呢 所以别人的故事 看看便吧 勤奋和努力 才是平凡大众一生的课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